大家好,我是爱说话的老王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美国航天N9一个学者 质问中国 标题是一向光辉伟大的人类宇宙对接计划 为什么被中国卡住了脖子 这个名词我非常喜欢 被中国卡住了脖子 听见吗 就在2021年 Nenza以及美国航天航空局实行了一项人类方面尽心的创举 采用了一个叫做Beschman的计划 将一个诗人以及人类的唱片送到了宇宙 用我们的领航者一号领航者二号进行推广 准备向外星人他的那些智能会生命举行接送 让他们了解地球的文明以及地球的来历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科学家联名反应 这种方式外星人是偏不懂的 EDI就是外星文明 他们是无法理解地球人类的音乐和诗歌的 只能采用二精致的数字 因为二精致的数字专家们认为应该是可以通行于整个宇宙当中的一种数字化理论 所以要重新的来编制一个方案 叫做银河中的灯塔 说到这儿啊 换到航线 咱们有的那个公知啊 什么一些 哎呀 灯塔 就立刻想到所有女生想 都潜意识了 哎呀 他说的这个灯塔呢 就是一个银河系中的人类灯塔 他怎么说的呢 继续啊 这个计划包括整套将人类的所有的文明历史和遗迹 以及包括DNA系统全部编写成零和一的二精致编码 再由地面进行强有力的向太空推进 这样外太空的智慧生命可能就会收到这样的编码 从而了解到地球文明的历史和来历 会和地球文明产生共鸣沟通 呃 花达文件 先别说三体里外的那个啊 什么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虾米吃子鱼 咱就别说那从事法则好吧 呃 咱们继续先说他这个 好吧 呃 但是这一项发现 通过美国国家宇航局 LISA 以及各习一类的一连串的机构 大约有11名专家组成了这样的委员会 大家通过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联名在物理天空杂志上 网站上刊登了一篇这样的论述报告 而且LISA也和相关的机构签署了相应的协议 但是所有的工作只缺陷一个巨大的问题 11名工作组提出应该使用中国的 位于柜中方便的那个巨大的地面射电望远性 来进行此数据的传输 再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周边的那种地面 列证接收器进行接收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跨东西半球的接收系统 形成了完整的一套数据发送和接收的指令体系列 因此在2021年的下半年 LISA曾经几次向中国方面申请过 都没有得到会议 于是又在2022年的早期 又向中国再次申请 但仍然没有得到中国目前的答复 也就是说中国可能不会通过这项法案 不会追寻别的人来使用 它那个巨大的地面发射天线 但是中国创造这个地面天线 不是为了全人类吗 中国一直在倡导整个地球是一个合作的循环体 为什么到了现在中国就不会回它呢 而不能让别的人来使用这个巨大的发射天线呢 中国专家的这些数据表明 只有用中国的这种现在已知最大的地面发射天线 才能够将应有的数据发射到适当的位置 让那些外星系的智慧生命接收到这些位置 我画条横线啊 我记得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 网上有你们可以去查啊 平台上也有你去查找 我记得当时是某些的那个什么公知啊 什么什么这个什么 呃 没粉吧 什么清没粉吧 人家说我啊 就有一个这样的那个教授 你们记得吗 这个那个 千万不能和 告诉中国 你的那个望远镜不能再用啊 关掉吧 不然外星戒罪就要打来了 老佛爷就要开炮了 我记得这么说我 好像是后来咱也没听啥了 二十二一年吧 那就正式运行了嘛 记得吗 我记得有这么个稿 你们可以去搜狗啊 这个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突然想起来 美国人要首先啊 率领自己的人准备和外星能力联络 这就安全了 知道吧 美国人一联络就安全了 不是很多人传说他有一个五一号基地吗 呃 那可能是美国人得到五一号基地里边 那个外星太上皇的准时 这个国际同意 你可以连行了 快回避 可能是这意思啊 咱继续继续说啊 换条件啊 但是现在这个发射的关键度位就掌握在中国手里面 到目前为止 中国方面还没有同意和美国方面的这样对接合作 这会完全干扰这个零和灯塔的项目 而中国方面也许可能想让它自己成为这个发射单元的总体 现在中国的航天机构也在自己独立的搞一套可以探索外星计划的方案 这套方案要推延到至少2025年 而目前美国LISA方面提供的方案已经是现成方案 而且日出报告提交到空间物理杂志上任何人都可以进行观览 发射线啊 这个这个我看了一个很简短的一个报告分析 我看了这份分析 就这么说吧 就这么说吧 我要红线吧 但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呢 这就说明中国现在还存在了很多顾虑和很多自私的一面 他们想利用自己的天然英式来发展自己独立的探索 这又是中国人想干的一件破坏规则的事情 他们又忘记了那句最经典的话语 科技是无国界的 这句屁话 听你欧美网友怎么说吧 这个被人卡脖子的日子不好挖呀 一个美国网友 怎么 难道说必须要用他们的那个大口径天下吗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发射不出去吗 一个美国网友 楼上的朋友 我觉得专家组说的一定是有道理的 他们那么大的一个大口径天下 地球上可能是唯一的一个 如果不用他去发射 你打算用什么发射 就一个欧洲的网友 我觉得中国人会同意的 应该好好的和中国人商量 因为英国网友 不会的 你们想错了 我记得美国有一条叫 罗尔夫法案 这条法案永远悬在中国和美国的头上 中国人怎么可能会违背这条法案呢 如果他们真的同意了 那么 等到数据得到的时候 万一美国人抛掉了中国 说法案在此不能合作 那中国人不就成傻子了吗 一个法国网友 嘿嘿嘿嘿 我想中国人一定不会跟他们合作的 中国人吃这样的亏好像很多了吧 又一个德国网友 是的 以前美国人我记得骗过中国好多次 把中国人当傻子一样的耍 现在中国人应该学聪明了吧 一个美国网友 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忘掉那些历史吧 不要老记着这些仇恨 为什么呢 你们应该想象这是一个对人类文明向太空探索的好机会呀 而且我们这么多的研究员都已经准备好了 又一个亚洲网友 我想你们想的太多了吧 中国已经理解你们不能和中国合作 因为你们有沃尔夫法案 又一个美国网友 你错了 我的朋友 沃尔夫法案是一条法案 它不是法律 法案要提醒国会的审批才能执行 一旦执行 它就是法律 这就是法案和法律在美国的区别 又一个美国网友 是的 是的 只要我们不同意执行这条法案就等于没有沃尔夫法案 中国人难道这个都不理解吗 一个欧洲网友 恐怕中国人真的理解了 也就是说 合作的时候你们说了算 不合作的时候也是你们说了算 因为你们有沃尔夫法案 中国什么都没有 又一个欧洲网友 是啊 我觉得中国人的脑子应该断一断 想一想 我们为什么不搞一个什么什么法案呢 一个印度的网友 为什么不能想到跟我们合作呢 我们也可以建造这样大型的口径的天线啊 一个印度网友 我觉得你们印度要想建造这么大口径的天线 估计要等上五百年 不 一千年 一个法国网友 那有可能已经是最快的速度 如果要等到他们建造这么大的一个天线 你可能要等到太阳彻底的轮回 你一个德国网友 这个我觉得不是神话 他们可能真的会搭建一个那么大的天线 不过不是用钢板 而是用牛皮 一个美国网友 不管怎么说 我们现在真的应该跟中国好好协商 这个方案非常的不错 我觉得把二军制编成所有的这些资料发给外星 真的可以迎来一些外星智慧生命呢 又一个欧洲网友 那你想到没有 如果要是像三体那本书当中写的 来的不是外星的文明 而是他的舰队 你们美国人挡得住吗 又一个欧洲网友 他们的舰队能挡什么 连中国的舰队都挡不住 还挡外星人吗 除非把好莱坞派上去 又一个 英国网友 还有我们的宝莱坞 宝莱坞也是可以跟着一起上去的 又一个 英国网友 是啊 用吹牛的方式是能挡住外星人的舰队 我们就不必要这么害怕了 一个 法国网友 这个看起来真的很神奇 如果说要是真的能联系上这些外星智慧生命 那么他们会说什么呢 一个谈对于这个国家 我们也有这样的天线 为什么不选择我们呢 我们的天线虽然比他们小一些 但是我们的位置好 我们的位置处在最北边 有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又是一个炮带坛子里的东西出来了 你们那个所谓的最北边 你连过没有北纬度 你们只是在北边的靠边界 有一个日本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中国同意他们让你们使用这个大天线 那么是不是要收费用呢 一个亚洲的网友 我同意中国会收费用的 因为中国人对钱特别感兴趣 他们非常会赚钱 比那些银财人还会赚钱 因为中国 中国人赚钱的心思特别的蒙重 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当钱来赚 用一个 法国网友 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吧 不过现在美国人想用的是中国的那个巨大的天线 一个美国网友 是啊 就像一个锅一样 它就摆在贵州的山区里 而中国人就是不让用 一个美国网友 为什么就是不让用呢 这是对人类有好处的 万一我们能在外星上找到我们合适的生命题呢 用一个美国网友 也许那些生命题会交给我们更好的技术 不像五十一区那样 那没信息 用一个美国网友 不说这些吧 反正你们说不懂中国人 他们现在不同意 不同意 一个法国网友 是啊 他们现在不同意你们使用 或者说他们根本不答复你们 你们就很头疼了 所以你们可以不断的给他们打电话 一直把他们的手机打爆 用一个德国网友 楼上的朋友 你想的太多了 中国人可以把手机关掉 他们一个人会有好几台手机 一个欧洲网友 怎么会啊 中国人不是现在 今天都在吃草吗 有的中国人连鸡蛋都吃不上 为什么还有手机呢 用一个英国网友 这位朋友 你说的真是一些神话 这都是你们的媒体 告诉你们的吗 用一个欧洲网友 是啊 有些我们的媒体就在这里天天的造谣 而现在你发现 连谁都要夸几句中国了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中国人卡住你的脖子 用一个英国网友 为什么我们不想一想 我们这么多的国家可以联合起来 我们也做一个更大的天界 用一个法国网友 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 你想象一下 如果真的做这么大的天界 地方摆在哪里 一个南美的网友 不要再想我们国家了 我们这里面做的天线已经很多了 要想做中国那么大的天线 你还是去找中国吧 一个美国网友 这位朋友说的很对 我觉得中国人能做这种东西 我一点不奇怪 但是我们能不能做 我真的很怀疑 有一个英国网友 这个工程可以交给我们来做 我们有国家四战零 我们完全可以实现这样的计划 而且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地区 可以在我们的印度 休息一个一公里 或者五公里的大型望远性 一个英国网友 天哪五公里 你见过五公里这么大的钢板连接吗 你能做这样的钢板框架吗 还是先把你们航母前面的钢滚钢弄清楚吧 用一个德国网友 对那个滚钢 你们还是从整一个手里买来的 一均要两千美元 用一个欧洲网友 我觉得不要听他们的 还是要跟中国好好商量 这个是一个好计划 如果真的实现了 我们就能跟外星人交流了 也许还能看见几个外星的名义 用一个法国网友 楼上的朋友 你想的太多了 要看外星的美女 你还不会来法国 看看我们这里的美女 我觉得中国一定不会答应 一个西班牙网友 那么你们可以找跟中国最好关系的那些人呢 比如说像我们西班牙 有一个西亚网友 我也同意 我们也可以帮助你们说服中国 不过它是很固执的一个国家 有一个亚洲网友 这个让人看起来非常头疼吧 你们想说定中国恐怕真的不可能 因为在中国他们有自己的规定 而且你没有看到他们公布的这个计划吗 他们要自己来探索太空了 一个美国网友 这是一个令人挠头的问题啊 以前没人想到中国会造这么大的望远镜 而我们以前以为我们的望远镜就已经足够了 现在没想到只有用他们的射箭望远镜才能打上去 这两个人怎么办呢 又一个美国网友 但是这11位科学家里面有好几位都是华人 中国人应该理解中国人吧 他们不应该难为中国人呢 又一个欧洲网友 这个不好说 中国人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望远镜确实在他们的手里 一个英国网友 是不是美国人要琢磨的去那边抢一台这样的望远镜呢 一个美国网友 怎么抢他在中国的内部 而且在深深当中 你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谁去中国的内部 抢劫这么大的望远镜 又一个美国网友 那都是不现实的 我觉得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能不能采用别的办法 比如说让马斯克再放一个什么高空火箭 用一个推行机器的系统 把这个东西送上去呢 一个美国网友 好像是不行 但是他做过测试 如果要是再用推行机的话 又要等上几十年上百年 又一个美国网友 就得需要这种大型的高速望远镜 用他的设定方式来把他推上去 这是最理想的 然后在我们美国那边进行接收 这样我们就形成了东西半球的合作 又一个欧洲网友 为什么你们一面要抛弃中国 一面要脱钩 一面又要跟中国合作 我真不理解你们美国人的头脑 是不是很混乱 一个美国网友 这你就不明白了 这就叫美国 美国就是这样 不跟你合作时的就制裁制裁制裁 合作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你合作 你就要跟我们合作 这就叫美国 又一个欧洲网友 是啊 美国一贯都是这样 他想怎么做 就要怎么做 他如果不能怎么做 他就必须要怎么做 所以都管他叫巨英美国 用一个反国网友 我同意叫个称呼 巨英美国 听起来很自能 用一个亚洲网友 巨英美国 用大 用中国的一种词汇来说 好像就是奶凶奶凶的 用一个亚洲网友 你这么说 美国不好吧 他怎么叫奶凶奶凶的呢 他至少叫凶恶凶恶的 一个亚洲网友 我觉得印度也可以 修建一个更大的 这样的天线 我们可以 联合起来 力量在我们的印度 修建一个 至少比中国大一倍的 地面色列望远镜 一个英国网友 是啊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没有人考虑过 在印度修建一个 比中国更大的望远镜 一个中国网友 这真的是不现实 你到那里修建望远镜 恐怕等到你的望远镜 修完了 地球也快毁灭了 用一个美国网友 是啊 因为我们的时间 并不是太多 地球和太阳 都是有年龄限制的 不然的话 我们可以在他们那里 慢慢的修 可以修上500亿年 用一个美国网友 对这些 我真的不感兴趣 我是一个 纯粹的天文爱好者 我就想知道 中国人什么时候 能答应这个条件 难道就不能同意吗 我们可以花一些钱吗 用一个法国网友 这是一个好主意 中国人特别喜欢钱 他们建了钱 就会没有命的 你们美国人多出一些钱 我想中国会答应的 用一个英国网友 可以跟中国人谈 用一个小时花多少钱 这样中国人就觉得 他们的价值很超值了 就会跟你们合作 用一个美国网友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 不过现在恐怕 NASA手里边 也不会拿出那么多钱 一个美国网友 现在NASA的经费 被砍了好几次了 他们哪有那么多钱 和中国这么高价的合作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主意 我给你们出一个主意 你们可以让NASA 向中国的银行贷款 再把这笔钱交给中国 让他去租赁中国的外远镜 这样的话 你们就可以在中间转一转 不用出钱 就一个英国网友 外兄弟 你想的真是聪明 等同于用中国的钱 转一个圈子 再让中国人拿走 中国人能这么傻吗 一个法国网友 是啊 我觉得中国人虽然不聪明 但是他们总会不会傻到这个程度吧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谈自己的国家 我希望你们想一想 可以在我们这里 也建造一个这样大的望远镜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更好的山区 那个地面 要比中国的西南部更加稳妥 更加接近观察 又一个美国网友 这些恐怕都是实现不了的 即便是在你们那里能够建设 谁来出资 谁来建造 这都是问题 建造这种望远镜的工具 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吧 又一个英国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观点 建造这么大型的射电望远镜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而且中国才能做这种大型基建工程 这是明明都大家知道的事情 又一个法国网友 这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 恐怕你们这一次的协议要泡汤了 一个美国网友 难怪我们在去年 这么样的求告中国人 请他们接受我们的邀请 他们就是不同意 这是提醒我了 好了 就说了说了 哎呀 咱这个大型望远镜 又看了脖子上了 嘿 就完了你说 咱修一万一 你咱也有罪过 谁让你修这么大呢 你修这么大 就你这社会外 就往上打 别人都不行 你知道 你还不让我用 你说我这么生气吗 我能不昨天 给你吃点坏吗 大家怎么想 你就是往下写 好吗 支持我玩个叉戏 再往这视频 叫我网络总 谢谢大家